我为什么把她留到最后 为什么 因为我以为李宗盛到现场来了 好像 那么我先放一下 曾哥和凌花姐还认识我吗 显然是不认识 我觉得你把帽子摘下来 我怕我的头绕了你俩 我觉得特别熟悉的面孔 你说吧 我们在哪里见过 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是当初呢 也背了一把琴 然后00年左右吧 我们可能是当时差不多一起去深圳 那一批人吧 哦 那他那个时候是领导 应该是同台演员 他认识你才对 节目总监当时我记得是 管节目的 节目总监 没错 你要不把帽子摘下来 我们真的不认识 我们打死也不会认识 你摘下来看也没关系 我让了你们我不管 没关系 这怕啥呀 挺好吗 太帅呀 是啊 包括我们身边走出的很多人 包括你们还包括身边的像当时那一批陈楚生呀 张恒远呀 李恒亮呀 包括唐磊等等我身边的这朋友 现在是走出来了 那么但是呢 还有像我这样的人 在这小路上还在努力着呢 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初 中国有一批怀车着音乐梦想的人 从四年八方来到深圳 行李只有一把吉他 他们匆忙穿梭在深圳的各大酒吧住场 微博的收入却只为坚持最初的音乐梦想 凤凰传奇 陈楚生 张恒远 林行亮 唐磊都曾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像他们一样通过比赛和被挖掘进入了演艺圈 可是还有更多像虫子一样的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坚持着 他们没有凤凰传奇当年的机会 我的梦想就是说 在这条运动的路上的努力和幸运哪个更重要呢 我认为人只要是有了自己的梦想 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一定不要放弃 他们走出来了 我们也从这一个圈子里走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没有放弃过 你更不可以放弃 因为成功也许是明天 也许写了一首歌 你把它发在网上 突然间一夜之间火了 也许参加某一个比赛类的节目 让大家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你的作品突然间火了 或者是你把一个很好的作品给我唱 我突然把你的作品唱火了 都有可能 所以你一定不要放弃 所以说话你再真正干过 对 因为我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我知道你肯定干的时间不长 因为深圳这个地方就是竞争非常大 流动 流动 流动非常非常大 你刚才问我能不能认出你来 我真正不出你来 你刚才说的努力是非常重要 运气当然也非常重要 我们组合的定位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你的作品 如果随大流大家都要这样去写 你没有特点不行 但是如果你太自我 太标新利益 太有特点也不行 所以这个中间的中和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有变 要去尝试 哪怕你觉得变成这样了 没有成功 至少你努力了 自己的个性特色很重要 如果你还愿意干这行 你还按音乐 离不开它 谁说都没用 对 对 谢谢 今天晚上听宋方成群第一次 除了用歌声之外 用他们的语言 讲述了属于他们的故事 我听了很多 但我一直在想 一个传奇 它的诞生 不仅仅是某一个条件造成 你说广场物也好 你说网络的传播也好 你说一个特别会挑歌的老板也好 我觉得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只能说 心里有梦的人 总会比没梦的人 过得要好些 实现的几率要大些 就像马云说的那句话 最好有个梦想 万一实现了梦